第四种错误的说话方式是闲话 佛陀称之为愚蠢或无意义的谈话 我们在英文中说闲话一词时 可能泛指所有的负面言辞 从恶意的谩骂到只是漫不经心或无用的闲谈 根据佛陀的教导 这些言辞都被认为是错误的 不论我们说某人的事是否真实 闲聊别人就是个问题 毕竟若三个人叙述第四者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会不同 人心就是如此 不论什么事我们很容易相信初次听到的 即使它只是某一人的版本 它可能是基于事实 但闲话会修饰与夸大它 闲话导致争吵与误解 它可能破坏人际关系 最严重的情况 它可能导致毁谤或污蔑的诉讼 在佛世时 闲话的力量颠覆了一个大联盟 黎车族是个骄傲与自由的种族 是强大的八族联盟中最重要的成员 首都既是联盟的首府 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 邪恶比丘提布达多的主要支持者 阿什士王计划侵略离车族人 国王问佛陀对于侵略计划的意见 佛陀说离车族人相处和谐 并告诉国王 只要他们维持统一与和谐 你就不能侵略他们 国王遂延缓他的攻击 并深思佛陀的话 阿什士王想到一个简单迂回的计划 他让大臣去挑拨离车族人 大臣去找一个离车族人 煞有介事地在他耳边说 道种宗有米 这是一句普通与无意义的话 每个人都知道道种宗能找得到米 但目睹而语情况 另一个离车族人开始好奇 阿什士王的大臣对那家伙说了什么 当他问这个人谈话内容时 这个人重复道种的说法 第二个离车族人文言心想 这家伙在隐瞒事实 他不相信我 编造这个道种的蠢话来欺骗我 在满心怀疑下 他告诉另一个离车族人 这个人曾和大臣而语 那个人再告诉另一个人 如此辗转 直到人们相信那人是间谍 其中有阴谋在酝酿 和平动摇了 离车族人之间出现指控与争执 领导家族之间爆发战争 在敌人自乱阵脚的情况下 阿什士王遂入侵离车族 他的军队轻易地便战胜他们 然后再征服联盟的其他成员 我无需以这种故事来说服自己 闲话是有害的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闲话的杀伤力有多大 好像每次有人尝试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就会有人出来反对 也许他们感到不安全或嫉妒别人的成功 谣言是他们的武器 他们无需出面并提供任何证据 而在背后影射 并利用人们侃侃而谈的习性 来进行卑鄙的勾当 当我们最初尝试 筹募基金要盖中心时 一些人便散播关于修行协会的谣言 说我欺骗捐款人 想要以募得的钱去暗中创业盈利 为署名的信件被送到关键人手上 告诉他们别捐钱 闲话由某些人恶意发起 但它是由不明旧里的人所散播 我所居住城市的佛教会 原本一直是支持我们的 此时开始被分化 幸好那些反对成立修行协会者 找不到任何真实过失 可大作文章 否则我们的努力将完全付诸东流 只要人们继续道听途说 谣言就永无止境 有次修行协会的一位美国理事 到斯里兰卡旅行 在那里 他加入一群来自各国的禅修者中 他们花了一碗讨讨论各地的禅修中心 在这次集会中有人提到修行协会 某个军事惊呼 啊 就是在晚上办茶仪式的那个中心 当我们的理事提出异议时 他还是坚持所言属实 最后 我们的理事说 嗯 我打从1971年起就认识德宝法师 却在修行协会成立之初便加入 我知道那里没有茶仪式 若无知道事实的人在场 无人能反驳那位女士的说话 也许别人还会进一步增添不实的评论 甚至可能造成损害的话 闲话就是这么开始 并如此伤害个人与团体 若听到某人说闲话 或说损人的事 我们有两个选择 结束谈话或劝阻负面说法 就如我们的理事在这个情况中所做 在佛法中 对不遗语又更彻底与有利的指导 所有不必要的谈话都是有害的 我们许多人花很多时间闲谈聊天 闲谈数天或数月前吃过的食物 尝试回忆一些看过的愚蠢电影或电视节目的细节 甚至浪费更多时间说无厘头的笑话 这种谈话无法导致任何深化的智慧 当我们想到人生多么短暂与脆弱 随时可能被意外或疾病夺走时 还会把宝贵的时间突然消耗在无聊的闲话上吗 头发着火一定得尽快扑灭 同样的 我们必须发愤精进 解脱赤然的烦恼 而非在闲话上浪费时间 不可否认 有些看似无聊或愚蠢的谈话 却有实质重要的意义 有时我们必须说柔软无意义的话 去安慰某人或关爱自己的小孩 凡是八字词与悲的正念言词 都是正于可接受的部分 检验的方法是在说话之前 停下来问自己 这是真的吗 这是和善的吗 这是有益的吗 这会伤害任何人吗 这是说某些话的恰当时间吗 用正念修习正语 正语并非你在蒲团上练习的事 它出现在对话而非沉默之中 然而 在正式禅修期间 可以想想自己说话的习惯 并尝试将它导向正思维 放舍 慈爱 与悲悯 可分析过去行为 并次问 我昨天说的对吗 我只说温柔和善 有意义与真实的话吗 若发现自己 已有些偏差 可决意改善你的正语随念 你能做的最重要决定 是说话之前先三思 俗话说 看好你的舌头 但更重要的是看好你的心 舌头自己不会动 心控制它 在你张嘴之前 检查心 看看你的动机是否良善 任何发自贪嗔痴的话语 到头来 一定会令你后悔 同时下定决心 不说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话 这决心一定会帮助你 在说话之前小心地思考 当你正念分明时 自然会真实温柔与和善的说话 正念能让你免于用唇枪舌剑 伤人太甚 若你说话的动机是有害的 立即以正念与正经济 预防这些念头继续发生 决意不以言辞伤人 这在你对某人感到憎恨 或讨论尖锐议题时尤其重要 小心 只以温柔与慎选的言辞 说话柔和能为情况带来平静与和谐 并帮助对话持续以有效 有益与友善的方式进行 若有人靠近你 并以煽动的方式说话 例如唠叨或闲谈你的某位朋友 你察觉自己心烦意乱 立即停止谈话 默默提醒自己 我不能随之起舞 我不应像那人一样沉沦失去正念 这个对话已迷失方向 我选择只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在许多情况下 对方会以停止煽动的谈话 来响应你的沉默 你可利用接下来的暂停 把对话转向较好的方向 事实上 身为学佛行者 一旦察觉对话正朝错误的方向走 你应负责把它导回正轨 我们很容易被情绪性的谈话 牵着鼻子走 并开始叫嚣 相互叫嚣会对所有摄入者造成痛苦 以正念回想 当你情绪失控时 那个感觉多么可怕 提醒自己平静下来 倒能再度和此人谈话 可能得花上好几个小时 或好几天 许多好的感觉会失去 也许永远难以恢复 然而 虽然已尽了一切努力 有时你还是会生气 若对方持续激怒你 以唇枪舌剑攻击你 你可能变得完全混乱与困惑 这时你很容易发怒 当看见自己混乱升高时 向对方说 等一下 希望能找到片刻清理内心 但若对方回答 不 你才等一下 并继续攻击 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当对话失去控制时 你的任务是迅速找回正念 并以正经济克服愤怒 即使愤怒的感觉 使你心跳加速 身体冒汗 并挥舞双手 决意避免口出恶言的正念 仍能帮助你处于控制状态 只要拒绝 让愤怒告诉你该说什么 专注于呼吸 以重建正念 直到愤怒消退为止 让自己冷静下来 将给你与对方一个机会 以更友善的方式打开你们的心 随着心开始温暖 你将更清楚地看见对方 也许会了解你们反乱的原因 也会看见愤怒的心理状态 把自己搅得多么混乱 随着尊重与关怀的感觉增长 你可以决心使用这一刻 来展开一段崭新与更友好的关系 并加深你们之间的友谊 你应始终都希望如此做 当看见心与口 以调伏 窃情况变得更和谐时 你因为自己感到高兴 对自己说 这是我希望的 我希望一直以让好事发生的方式行动 一再地提起那个念头 我来说一则 有一次我必须使用正念 休息正语的故事 也许我的经验会给你一些线索 知道在你的生活 工作 家庭与人际关系中出现状况时 如何运用正念 许多年前 当时我负责管理某个寺院的运作 一群人召开一个寺院护持者会议 这些人反对我发起的一些工作 需要一个讨论会来表达他们的挫折 有点毁谤民意的议题 也被排入议程 其中一些人 对讨论事项有很强烈的情绪 他们虽然出生在佛教家庭 但对禅修毫无兴趣 事实上 他们认为禅修是疯狂的事 因此不了解我的工作 我预期这次会议期间会如坐针毡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更糟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大约40个人参与会议 包括许多我的亲戚 好友 以及希望对我的计划 表达支持者 在会议正式开始介绍之前 一个非常单纯的人站起来 开始说话 他未受过教育 且技能不足 说话经常不假修士 他对所讨论的寺院事务说得不多 却谈了很多关于我的事 他以粗鄙的言辞控诉我 数年来对寺院毫无贡献 以及我正在破坏寺院的支持体系等 他用社会上难以接受的贬义 与商人言语骂个不停 持续了大约20分钟 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口头攻击过程中 我默默修心 为了防止称心生气 我保持如理思维 我能了解他心情很乱 告诉自己 这人本性平和 我们曾有过一段不错的关系 他一定是受到 我对这些事强烈不满者的蛊惑才会如此 他说话时 我思考自己 有许多他所欠缺的修行与文化陶冶机会 我回想他只受过小学教育 没有什么技能 且对修行兴趣欠缺 我这样的尝试对他修悲 并感激 修行让我永远不会如他一般说话与行动 我也思考事情发生的来拢去脉 若我抗议他 我的支持者会挺身而出 则这次会议可能沦为一场恶斗 我看见人们瞪大眼睛 并对那个人揍眉 蠢蠢欲动 我意识到亲戚们尤其深受影响 我是家中的长者 兄长 伯父 伯祖父与曾伯祖父 切实公认温和的比丘 自然的 我的家人尊敬我 并想要保护我 我知道 我若对那人所说的话 表现得好像受伤或难过 亲戚们会感到愤怒 并燃生出各种情绪 甚至可能动手攻击那人 因此我告诉自己 此时我必须行使正念 安忍与正见 以确保这场会议和平收场 我通过专注于呼吸来建立正念 面对这样的挑战时 在响应之前 最好能暂停一下 并做几个深呼吸 也许两分钟的深呼吸 或三十次入吸 与三十次出吸 这个暂停 让你有时间放松与整理内心 这样你才能讲理 而非气急败坏 最后 他似乎已耗尽一切 而停止发言 大家都很紧张 他们都看着我 我以平静的声音说 这位绅士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朋友 他是这间寺院 很好的赞助者 并做了许多美好与友谊的事 他也知道这些年来 我对寺院做了什么 但今天他似乎显得沮丧 失望与消沉 因此 我想祝福他与大家 我请大家合掌礼佛三次 归敬彼士尊 阿罗汉 正等正觉者 这通常是我们在正式仪式 开始实念诵的 在隆重的传统仪式中 从此刻起 任何人都不得争吵 或恶言相向 那对佛陀似乎不太恭敬 然后我带领群众送五戒 借此提升他们的心 并确保大家都能记起 佛陀正直无害的行为准则 最后 我送了一段长御住院文 并接着说 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 会议结束 事情就此画上句号 过了几年 他还是对我保持冷淡 但之后 我有机会为他服务 帮他度过一些难关 从那时起 直至今日 他都对我很友善 却总是表达感激 与敬意 正念是帮助我解决这个困境的观念 关键 同样的技巧也适用于你 我有时听到人们说事情发生得太快 即使有正念 也无法控制行动或语言 说 即使有正念 毫无道理 也许他们的正念微弱 或被贪 称 吃 所启示 但根据正义 正念 使我们持续控制所思 所行 与所说 我们不可能带着正念 对某人咆哮 或带着正念酗酒 或带着正念谐吟 若真的有正念 你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事 因为极其难改 以致我们经常口不择言 我们可能不清楚自己的说话 倾泻了多少能量 在正念觉知下 我们停止能量外泄 并汇集能量 我们可利用增加的能量 去培养对习惯本质的洞见 以这个能量为动力来源 可在禅修中与自己对话 评估自己的行为 进一步训练心 然而 当失去正念 让这个密集的能量外泄时 它经常会犹如瓶子的瓶塞般 砰的一声 爆开来 我尤其在闭关结束时 看见这点 稍早之前 一群绝对安静的人 端坐着或缓慢与安静的移动 之后 闭关的圣线结束 瞬间爆发 过躁喧哗 这股谈话的洪流 持续一至两个小时 直到积聚的能量 都舒散了为止 闭关的时间越久 人们就会变得越大声 越轻率 除非他们非常努力地 维持说话的正念 错误说话的唯一解药 是强烈的正念 不只是在闭关期间 当你面对困难的 当你面对困境的挑战时 错误说话的唯一解药 是强烈的正念 不只是在闭关期间 或当你面对困境的挑战时 而是终生如此 我向你保证 正语随念 将为你带来快乐